女人最大的悲剧 莫过于嫁给一个不喜欢的男人 莫大姐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她与杨二郎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更是郎才女貌的一对 眼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莫父却嫌弃二郎是个穷光蛋 因而一直没有答应这门婚事 二郎一气之下 便决定去沿海进场打工 等赚够了彩礼钱 再回来迎娶莫大姐 可她刚恋恋不舍地走到村口时 莫大姐就匆忙地追了上来 二郎哥 你还是带上我一块走吧 我怕你这一走会忘我 二郎告诉莫大姐 我只都一年两载 赚了钱就回来 到时候我就向你爹求亲 一定把你娶过来 为了让莫大姐安心 二郎将祖传玉佩的另一半交给了她 当作两人的定情信物 告别了大姐 二郎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一转眼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杨二郎终于攒够了银两 准备回村迎娶自己的欣赏人了 哪知他刚来到莫家的时候 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 你回来的太晚了 她爹已将他徐配给了 陈中的徐县为家了 不 我不信 我不信 日子就是今天 这会儿怕已失 二郎听后 有如晴天霹雳 亮枪着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 而此时的徐府 已是张灯结彩 非常的热闹 新郎官徐德更是春风满面 不过他与莫大姐并不是自由恋爱 而是贪财的莫老爹 直接将女儿包办给了他 更何况 徐德仗着在衙门里做事 早就成了当地有权有势的地头蛇 不过虽然他得到了大姐的身子 但却始终俘获不了他的放心 他的心里依然想着在外打工的杨二郎 洞房花竹之后 莫大姐握着手里的徐配 暗自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而此时的二郎 也呆呆地望着另一块徐配 他不知是自己回来的太晚 还是莫大姐偷偷地变了心 曾经的两小无猜和山盟海誓 一瞬间化为了泡影 为了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再次来到了莫家 嫂嫂我想见见他 你告诉我那徐家在哪里 我去找他 莫大嫂告诉二郎 三日后便是新娘回门的日子 到那时 兴许你们能见善一面 可他们哪里知道 莫大姐嫁到徐家后 不但被丫鬟全天候的监视 还被徐德锁在了屋里 徐家人早就知道 他在村子里有个青梅竹马的相好 担心两人会找机会私奔 因而才对他百般折磨 不仅如此就连三日后的回门宴 徐老太太都直接免了 打算将莫大姐长期禁足在家里 这可真是上了年纪的安琪拉 老卑鄙了 你见过这样的婆婆吗 而媳妇想回娘家 老太太不但不同意 还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莫大姐实在是太命苦了 到了回门的日子 杨二郎来到莫家看望莫大姐 然而却意外遇到了她的丈夫徐德 二郎惹不起这个大块头 只好失望地走了 不过徐德却因此起了疑心 他担心两人会呕断丝连 暗通来往 于是便将莫大姐看得更紧了 不仅不让她与生人来往 就连娘家来人 也只有半个时辰的见面时间 看着妹子满身的伤痕 莫大嫂记感到心疼 又非常的无奈 既然已经嫁为了人妻 她也只能劝妹子任命 安心过后面的日子 可莫大姐却十分惦记杨二郎 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 那只嫂嫂正欲告诉她是 丫鬟突然打开了房门 将徐老太太请了过来 徐母面露凶相 当即就把莫大嫂请了出去 过了几天 徐德意外获得了一件金钗 她想着自己虽然是莫大姐的丈夫 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女人的放心 便决定将金钗带回家讨她的欢心 要说这徐德也确实没有把莫大姐当人对待 只要稍不如意 就是拳脚相向 完全把她当成了发泄工具 第二天 杨二郎决定独自去徐府找莫大姐 可她刚走到门口又止住了脚步 若是贸然前去 不但会连累大姐 说不定自己还会挨一顿胖走 但就此放手她又觉得心有不甘 然而眼前的一切 全都被远处的一位亮仔看在了眼里 此人名叫玉盛 是徐德的老表 虽然看起来人母狗样 实际上却是个道貌黯然的小色批 玉盛喜欢出入烟花柳相之地 看着表哥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她便对嫂夫人萌生了羞羞的想法 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 她暗自策划了一个天大的阴谋 得知杨二郎就是莫大姐的前男朋友 她便刻意接近获取她的信任 打了几次交道 两人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次喝酒的时候 二郎趁着酒进 不小心将自己与莫大姐的往事说了出来 玉盛听后心声一记 决定怂恿二郎与莫大姐相会 她在借此机会坐收渔翁之力 二郎是一个没用的男人 外出打工两年 不但将老家的女朋友拱手送了人 还遇到了一个大骗子 你若真想接莫大姐 大哥我倒可以祝你一臂之力 为了见前女友莫大姐一面 她听信玉盛的谗言 决定冒着私通的风险 去徐家与其相会 当天下午 玉盛趁着表哥衙门里有事 老太太出去走亲戚的机会 将二郎顺利地带进了徐府 时隔两年 一对苦命鸳鸯再次相聚 莫大姐紧紧地抱住二郎 两人一时哭成了泪人 他们本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造化弄人 由于自己外出打工 两年都没有音讯 莫大姐便在父亲的强迫下 嫁给了有权有势的徐德 可即便已经嫁为了人妻 她的心里依然只爱着二郎一人 只要二郎不嫌弃自己的身子 她可以逃出徐家 跟二郎双宿双飞 那不成了私奔了吗 这走得了吗 莫大姐当即拔下簪子 交给了二郎 那去换些银两做个准备 那晚三哥 你在后门外等我 往机长为号 从徐家出来以后 杨二郎便有些心神不宁 在封建社会 私奔可是禁猪笼的大罪 玉盛将他带到了一处酒楼 本想套出二人下次约会的时间地点 没想到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酒醉后的二郎 居然将私奔之事告诉了玉盛 包括两人约定好的时间和地址 玉盛这个八蛋 早就对莫大姐垂涎已久 他自然不可能错过 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于是假惺惺的告诉二郎 二郎并没有看出这货的真实目的 竟然还把他当成了莫女之交 几杯马尿下毒 就被灌得不省人事 直接摊倒在了桌子上 很快到了三更 玉盛便借着二郎的名义 准备去徐府借莫大姐出来 那么玉盛的阴谋会不会得逞呢 莫大姐与杨二郎的缘分真的就走到尽头了吗 关注颜军 咱们下集再说